各位好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 我是月月月 今天为了准备这期节目 我是提前做了30分钟的热身上来的 为什么 大家注意看 现在要开船嘛 对吧 我现在是船长 但是我要先来测试一下 今天船员的身体素质到底怎么样 导演跟我说了 让我选一位最能够代表观众的 这个身体素质的一位代表 来跟我比赛一下 我放眼一望 就是我正对面这个女孩子吧 你可以吗 掌声欢迎这个女孩 来来来 看看 一个主持人 如何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自取其辱 选了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观众 来跟中年妇女做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非常的简单 就是由三个动作组成 第一个动作 咱们两个一块伸懒腰 我们面对面伸懒腰 大家来看的是什么 在我们伸懒腰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的曲线 好吗 来 预备 开始 尽可能地伸懒腰 你到极限了吗 你再试一下 三 二 一 伸懒腰 我感觉第一个动作做完了 后两个我已经做不了了 好 第一个动作结束 第二个动作还是我们两个面对面 我们尽可能地用指尖去碰脚尖 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这个环节我也输了 为什么 我们用指尖碰脚尖 我是指尖 刚刚可以碰到脚尖 这个观众是几乎 所有的手指都可以碰到地面 来 我们再看一下区别 好的 谢谢你 然后我们再面冲观众 向左向右旋转我们的腰支 来 转 转到极限 到极限了吗 然后这边 到尽头了吗 脚不能动 能看到这个开船的舵吗 可以 是吧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观众 确实是代表了今天现场观众的水平 我们的观众也不妨在家试试看 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懒腰 看看您的腰可以向后养到什么幅度 第二个动作弯腰用手指去触碰脚尖 或者是地面 注意一定要量力而行 第三个动作就是向左或向右 旋转您的腰支 看看您的柔韧程度 包括腰部的这个极限 它会旋转到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就是要看看大家身体当中的掌舵人 是不是正在很好地为您服务 大家都知道大海航行是要靠舵手的 但是在身体当中 也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掌舵人 让我们身体这艘大船 可以正常地快速地行驶在 人生的航道之上 所以这两位掌舵人到底是 哪两位分别处于人体的 什么样的位置呢 马上请至今天做个养生堂的 我们的老朋友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骨科中心主任 陈兆军老师 欢迎陈主任 您好 陈主任 您好 您好 还别说啊 今天陈主任走下来有船长的风范 拿着这个船舵就来了 刚才已经跟观众讲了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 身体当中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掌舵人 当然这是一个拟人的比喻 说是两位掌舵人 但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个关节 可以这么说吗 不完全对 部位 也不是 两侧的很重要的组织 两侧很重要的组织 我们来看看这个掌舵人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性 这个掌舵人他的活动范围 活动方向是有讲究的 刚才我看到你 把那个美女观众请上来 对 我自诩其辱输给人家了 你是失败了 是吧 我可以替你报仇 我有办法赢他 就是向前向后 你都失败了 对吗 咱给他比左右 你给他比这样的 这样 他如果说能左右能到 像刚才那样到90度的话 那这个人就不是很厉害了 预示着可能有病了 你现在起立 你现在原地起立 然后左右 左右能到90度吗 看他到不了90度 那边呢 对 它不会到90度的 到90度都有问题了 确实到不了 就到不了 好像左右活动特别受限 这个有意思 你看我们向前向后去比的时候 我们老觉得能往前 越往前越好 觉得柔韧度是好的 包括向后 曲线 好像感觉那个幅度越大 说明腰肢越柔软 对吧 对 但是为什么向左向右 就不应该这么软呢 这就是我们身体里掌舵人 不让他这样 把我们人体 如果比作一条船的话 你想我们这个船 怎么才能航行得快呢 那你往前走呀 对 可能很多观众也觉得 那我就用力滑嘛 对吧 但是你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舵不稳的话 我来回来在这个水里边画龙的话 你能走得快吗 那不可能 那么这个舵手要把控的原则就是 关节它应该是向前或向后的 但是它却不能让它左右乱晃 对 大家花一点时间来消化这句话 以前我们就觉得关节要灵活 但它的灵活是在合理合规的范畴之内的 是在它的生理范围之内 你看我们这个人 我们是个前后可以弯 像个美女可以弯到甚至一百多度 是吧 后身它伸得也非常好 是的 是吧 然后呢旋转也可以 对 我们可以这样 已经很灵活了 但是它左右活动过大的话 它走路就开始走得就不稳定 专家特别强调说 我们的关节就是维持身体平衡的多 关节稳定了 活动时身体才能四平八稳 而掌舵人为了维持关节这个多的稳定 就限制了关节左右活动的范围 避免出现关节左右晃荡的情况 这样我们才能走得快 那么身体里这些把控关节的掌舵人 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人体里边呢 有几百个这种座 我们的掌舵人呢 就不止这几百个 可能更多 今天呢咱们就调我们身体重要的两个位置 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是腰 另一个咱们一会儿再揭晓 你看这是我们的腰 就有腰方肌 你看它位于这个我们腰椎的侧方 您在我身上指指吧 就是这两侧 大家找找自己的 大家找一找腰方肌 对 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叫腰方肌 当然它外边还有肌肉 它在它的身层 在这个表皮可能摸不到 如果能摸到这个弹性 如果你的腰方肌力量非常强的话 也是说明了你的关节的稳定 也是一个健康的标志 就插腰生气吵架的时候 插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腰方肌 竖脊肌大家可以摸到 竖脊肌是在后方 就是在脊柱两侧 脊柱两侧 我们的腰大肌的后 这里边两侧 后方的肌肉 我们临床大夫经常让患者练燕飞 练燕飞的时候 其中就要练到这块肌肉 腰大肌是在比较深层吗 腰大肌是在深层 腰大肌是干什么事呢 是我们这个仰窝起座的时候 你看那个座那个 有一个武术里边叫什么 一弹啪就起来那个 叫鲤鱼打挺 那就说明他们的腰大肌 都非常厉害 非常发达 所以就是这几块肌肉 协同在保护着我们的腰椎吗 对 保持我们的腰椎的稳定 所以让我们才能站得直 坐得稳 行得正 原来腰椎掌舵人 是由腰方肌 竖脊肌 和腰大肌三组肌肉构成的 如果这些肌肉的肌力松弛了 或者不平衡了 就无法再维持腰椎的稳定 我们的腰就会出问题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抱怨说 我这个腰椎老是不好 不好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 对 陈主任那有很多患者 就是各有各的不好 那当腰部的这个掌舵人 不好好工作的时候 到底有多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请出一位 您的患者到现场来 好不好 来 我们欢迎赵先生 赵先生您好 你好 主任 那你这个腰当时是什么样的 一个症状表现 去找陈主任的 当时就是腰疼嘛 玩是这个放射到腿上嘛 压迫神经 正常生活都很困难 哪方面 比如走路 走路啊 睡觉啊 开车啊 上楼啊都不成 它是麻还是疼还是 麻疼那种麻的那种疼 就是脚不能湿力 不能站地上 那个脚部那个位置上 到这一块吧 放射的 这个位置上 你当时怎么意识到 可能是不太对劲了呢 刚犯病的时候 就晚上睡觉 感觉这个腰吧 那种栓疼 疼醒 晚上睡觉 那么严重 腰疼 疼醒 对 经朋友介绍呢 晚上找到陈主任 到那以后 让陈主任看一下片子 陈主任说拿眼睛一看 基本上就能看出 说我是哪儿的事 拿眼睛看就能看出来 是因为他这样走上来的吗 跟他走路姿有关系吗 当时走路就是这个左腿嘛 走路有点不方便 你当时的步态 你还能模拟出来吗 当时就是走路 就是这样的 这么个走路嘛 走路往上这个腰疼 拖着走的感觉 是吧 对对对 我一学一下 他来的时候这么来的 他这么来的 你知道吗 还有您学的像 我学的像是吧 是这样吗 从一进门 我就能看到他 这个步态进来 他是这样进来的 然后呢 他这个一问呢 他的麻呢 没有过膝盖 他说就在大腿 在大腿 后方这个地方 为主 另外呢 我一看他的核瓷 不是腰间盘突出 所以我也给他查了一下 按了一下 他就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掌舵人这个位置 他这个一侧的 掌舵人这个位置 疼得很厉害 所以后来 从那个检栏窗下来以后呢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说你这第一个 不需要手术 第二个呢 你这就腰这个地方 出了问题了 是 我可能给打个针 可能就能好 所以他就当时挺高兴的 结果呢 我说但是光说不练不行了 那得实践证明到底行不行 要练什么呢 今天讲 就要把我们的掌舵人 练好了 力量好了 你就慢慢就好了 一会儿大家千万别走开 这期节目 不仅有陈主任 展示这个轻功正骨的手法 还有一系列的动作 教给大家 如何来强健我们身体 这两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掌舵人 咱们一会儿台上继续练操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主任 陈主任我们这边 来结合这个道具 给大家讲讲看 他哪出了问题 好 今天我们重点要讲掌舵人 你看我们腰上 尽管是好几块肌肉 但是实际上它是分两组的 左侧一组 右侧一组 它是对称要衬住 它要对称的 对 所以这个掌舵人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定要放公正 就是说我们讲究 两侧的肌肉要平衡 就是不能朝哪边歪 对 你看你经常的 尤其是你现在的年轻人 有的上沙发上一躺 上那个桌上一这样 来玩游戏啊什么的 这样掌舵人就一侧紧张 一侧松 这样就早期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的腰有点酸 一侧的有点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其他的肌肉还能带长 再发展 就会出现呢 一侧的肌肉痙磷 或者甚至呢 一侧肌肉变硬 一侧肌肉呢 拉得变长 就不平衡了 我们的腰呢 就会出现出现这样 就歪歪歪了 那给您一坨我一坨 咱试试看啊 就是理论上来讲 它的强度应该是一致的 这样它不会朝 任何一侧去歪斜 对 如果说有一点偏斜 就会出问题 我自己瞎理解啊 我这边特别强 我这边强 我就使劲用这边 那边就会越来越弱 是这个意思吗 意思是对 但是用词不对 它是 你老这样一侧吧 一侧过度紧张 一侧过度放松 紧张的这侧呢 反而疲劳 因为它长期用 长期用 是一个持续劳损 你如果这样 长期成像这样歪的话 这一侧就过度紧张 它的弹性也不行 力量也不行 这侧呢 就开始松弛 松弛以后呢 我们这侧肌肉 得不到应用 它长期得不到锻炼 它的力量也不行 所以就是变成了 一个病理状态 我们来看大屏幕 腰椎的掌舵人 如果已经出了问题 它会有三个阶段 我们来看 在第一阶段 左右侧肌力不平衡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既然它是第一阶段 就说明是 相对比较早的阶段 如果能够把握住 这个去治疗的黄金时期 它就不会向下去发展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测 大家这个腰部的掌舵人 是不是正在正常的工作 其实就是要通过 看一看左右两侧的 这个肌力 是不是平衡来测 一共有三个测试 主任您这样 您选两位观众 我也跟着测一测 那个美女 刚才在做左右测 测向活动的时候 我感觉她的骨盆 这个地方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一开始跟我比赛 对对 把你比下去的那种 哈哈快来 然后我们再选一位 我们可以选一位 年长一点的 好 前面是阿姨 这阿姨年龄大点 阿姨身材也不错 我们来看看 早期的自测方法 来看看第一个测试 测的是什么呢 陈主任 我就看两个肩膀 是不是平齐 那阿姨您先靠着 这样 但一个来 顺其自然 你看 这是你的这个 这是这边的 这是这边的 来 你起来 看两条线 啊 对吗 我们先肉眼看一下阿姨 能看出来这么明显的 一肩高一肩低吗 是不是肉眼看不太出来 好像还行啊 对 我们一画就看 你看 这是很明显 你 上 来 也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啊 顺其自然啊 对 好 基本还可以啊 你看它的线 基本是平的 是吧 这一辆对比就明显看出来 来 我站这边 陈主任 咱们可关系不错 对 你还可以 为什么配这种音乐 行 你基本上可以 你挺好 所以像阿姨这个 就是很明显 说明你两侧的肌肉啊 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不平衡了 它不是那么平稳了 平时有腰一侧腰酸吗 阿姨腰平时有什么不舒服 可以摘到股肠吗 对 腰酸 完了呢 左侧这腰有时候影响到屁股麻 完了现在牵扯到膝盖和脚面 脚面非常测 就是坐时间长了 一起来走段路 对 这是右侧 所以符合刚才我们看到的 刚才这一侧肌肉过度紧张 对 了解 我们再来看 这是第一个测试 主要是看肩膀 是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第二个测试测什么 就我们就要看我们的骨盆 现在测美女的 陈主任一直觉得 这姑娘哪有点什么问题 自然放松 不要紧张 这样换一下 好 基本上还可以 可能还是搁着远 报仇不行了 来阿姨的我来看看 这个画的是什么位置呢 主任 这是我们的叫卡前上几 是骨盆的这个位置 是看我们的骨盆的 也是 放松 大家发现没有 全是在看对称的地方 是否还对称 主要是看这一点 对 阿姨 稍微对 你看阿姨这个 来 大家注意看 到了阿姨这儿就有区别了 对吧 你看 还是比较明显的 估计你应该也没问题 好 基本上还可以 为什么检查腰椎掌舵人是否正常 却要看完肩膀看骨盆呢 原来我们身体有代偿机制 当腰椎两侧的肌肉出现一侧松一侧紧 无法维持腰椎平衡时 肩膀和骨盆都会来帮忙扶一把 于是就出现了高低肩和骨盆倾斜的情况 虽然有了它们的帮助 我们短时间内不会有不适感 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平衡 还是要及早纠正 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另外还可以通过长短腿的检查 来进一步确认腰椎掌舵人是否还正常 好 自然躺 自然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先把这骨盆放正 刚才都不是我们坐的时候 可以骨盆穷齐吗 躺着 为什么要躺着侧呢 这个 就彻底放平了 就是要我们要先抵消到 我们的骨盆的不平整 把骨盆放正 然后呢来量我们腿这个地方 有两个最高的骨头 我们叫内怀 我们看这个两个内怀 你看 姑娘这个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 能看到我两个手的拇指吗 就是大家 怀关节就是里面有两个骨包的地方 平躺之后 看看那个内怀的骨包 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对 看到我两个手 基本上姑娘这个 还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陈主任依次给年轻姑娘 阿姨和主持人做了检查 在骨盆放正的状态下 握住脚踝内侧最高的骨头 放在一起对比 如果在同一水平线上 说明双腿正常 反之则说明有长短腿 现场检查结果显示 年轻姑娘和主持人双腿正常 而阿姨就有明显的长短腿 这再一次证明了 阿姨的腰椎掌舵人出了问题 其实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三个测试 高低肩 长短腿 以及骨盆是否倾斜 综合起来 您给我们三个打个分吧 打个分啊 实事求是 你95分 姑娘90分 阿姨大概75分 等一下 等一下 为什么姑娘90分 她整个没有你协调 月月的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 你自己看 这是你的 你看没有 两侧没有完全在意 是吧 你之所以现在还可以是 因为有其他的肌肉 在替你干活 我们叫带场 还能带场 所以你的第一步这些东西 都是可逆的 像阿姨那个呢 随着年龄增加 可能带场的机制就不行了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 好 好的 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练习动作的时间 那我们要请出 北京中央大学第三副使医院 手足外科的吴俊德医生 欢迎小吴医生 好 您好 吴俊老师好 我们来看看 其实测评上已经把基本的动作 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风柏荷叶和仙人推背 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包括一些动作要领 吴医生给大家讲讲看 好的 好的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这两个动作 是锻炼我们腰部的肌肉力量的 比较简单的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仙人推背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双脚分开站立 然后与肩同宽 双手握于腰的两侧 然后首先是左侧的开拳 然后变为力掌 缓缓地向左侧用力推出 同时这个时候 我们的腰稍稍地向右旋 然后头转向左侧 眼睛目视着我们手指推出的方向 做到位置以后 我们收回复原 好 相同的方法我们向右侧 用力推出 然后这个时候腰稍稍地向左旋转 好 收回复原 这个动作就做完了 然后一般我们可以连续做 30次为一组 一天可以分十段 然后早晚可以各做一组 然后我们的锻炼幅度 早期可以由小到大 然后逐渐来加量 动作要领主要就是 我们腿要立定不动 然后推的时候 我们的肩臂部 要尽量保持放松 不要太过于僵硬 还有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尽量要放缓 用力做到位 就是手推向一边 但是腰却要转向另外一边 对 要向反的方向 有一个旋转的动作 也是为了维持平衡 对 就是有一种牵拉感 就是手伸这边 腰是应该转这边 30个是一组 早晚各一组 然后这个动作不是要图快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感受到牵拉 感受到那种舒展的感觉 对 要舒展开 要尽量地放松 自然地打开这个动作 才能做得有效 好的 这个是仙人推背 下一个是风柏荷叶 对 风柏荷叶这个动作 我们也是双脚分开站立 这个时候站立的宽度 要稍稍地宽于我们的肩膀 然后是两手插腰 两手插腰以后呢 我们要尽量保持 我们的臀部和腿部不动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 上身的前腹 后仰 向左躯 然后向右躯 回到中立位置 做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连贯协调地 做下来的话 就感觉像是风中那个 随风摆动的荷叶一样 非常的柔韧舒缓 所以说这个动作 就要求我们做的时候 要柔韧协调 舒展开 练的过程中呢 就是尽量维持 臀部和腿部的不动 我们现在要认真看 小吴医生的动作 不是只有头和肩膀动 它实际上是 我们腰部的长度人在动 对 您连贯完整地演示一下 对 前腹 后仰 向左躯 向右躯 我们再来一次 我看看观众还有谁 只有上半顺动 来 三二一 走 前腹 后仰 左右 侧躯 好 这相当于是荷叶转了一圈 那我们这个风柏荷叶要 一次转多少下 然后每天进行几组呢 尽量做到柔韧协调以后呢 也是连续做三十次 上下午可以各做一组 做的过程中 幅度呢 有小到大 然后呢 循序渐进 我要补充一点什么呢 你看我们这后边有图 这个图啊 这是我的老师 清宫正骨的第六代传人 这是他的清宫正骨图谱里边的 两幅图 我拿来了 是因为清宫正骨的特点呢 就叫轻巧柔和 所以特别适合老年人 你看这两个动作呢 都很舒缓 如果说我弯得很厉害 那就得不到锻炼了 一定要慢慢慢慢来 一定要慢 然后呢 你有那种风吹着的荷叶在这 慢慢地动 你可以加上音乐 一般听着音乐 一般练我们的腰肌 这样你看我们两侧的肌肉 不就慢慢练起力量 不就均匀了吗 我们的掌舵人 不就把这个肚长稳了吗 所以这就是这个的要点 包括这个推背也是 不要 那叫练武功 那叫练武术 我们是来慢慢慢慢地推 感觉有个东西 我要把这个背给它推住 不让它倒掉 然后来慢慢慢慢慢慢推 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肌肉练起来 稍后还会有动作交给大家 就是跟第二位重要的掌舵人相关的 还是小吴医生 稍做准备 然后给我们带来下一组动作 谢谢小吴医生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看到的是三个自测 然后交了两个动作 都是跟我们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左右侧肌力部平衡的时候 与之相关的一些锻炼的方法 和自测的方法 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这句话 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很多人都有挤住测弯的问题 跟我们平时不良的姿态 直接相关 对 第一阶段呢还是可逆的 是 就通过我们锻炼 当然在医生指导下更好 如果看了我们的节目 可又不用去医院了 你自己练 有可能会练回来 但是到了第二阶段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医院了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测弯呢 不是这么严重的测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对 然后呢会出现 刚才伴飞着我们的 高低肩 长端腿 长端腿 然后我们的腰呢 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弯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腰椎呢 这些都是可逆的 我们姑且叫做脊柱测弯 好 但是要 我在这要强调一点 这个脊柱测弯 和我们医生 对里讲的那个 需要做手术的脊柱测弯 不是一个问题 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先天性疾病 这个是我们的 是相对的 后天 然后肌肉造成我们脊柱 有个轻度的这样测弯 是这么个问题 我要强调一点 来 再来看看第三阶段是什么 腰椎左右不稳 椎筋盘突出 然后腰椎的滑脱 对 所以说你一开始测弯 然后肌肉进一步的不平衡 不平衡怎么办呢 我们的腰椎 就是我们的舵 就把不稳了 我们的舵把不稳 就会出现什么呢 你想象一下 这个船就在来回的活动 大家知道我们的腰椎 是由五节构成的 这五节就开始乱套了 因为你想向左 他想向右 他想向前 最后就出现什么呢 错位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叫 腰椎面突出 一个是叫腰椎滑脱 共产生也讲一下 这个腰椎滑脱 腰椎滑脱呢 也是在腰椎这个疾病当中 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腰椎滑脱早期是什么呢 经常有些老年人说 我早晨起来很好 很好人一样 就是不让我走路 他早晨起来 休息一晚上躺下 然后呢就没问题 结果早晨起来走 走一段时间就坏了 两条腿呢不是麻了 病人的反应说 卖不开步 我这腿沉 腰里就好像挂着 两个水桶似的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然后呢这个时候 我躺到床上再躺回来 症状立马没了 你想象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走多了 这个腰椎上前滑 上前滑之后 带着神经上前拉 所以腿就不行了 抖不动了 等我回来把这个一躺 这个腰椎又回来了 症状就消失掉了 大家一定要 就认真的观察和比对 自己的一些症状表现 它是什么时候加重 什么时候消失 是疼还是麻 因为这个腰椎上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椎间盘 一旦压迫了神经 如果产生那些 不可逆的后果 那真的是影响生活 所以大家一定要 早发现 早干预 早治疗 好 刚刚我们看到 第一位掌舵人 是我们腰部的掌舵人 这第二位掌舵人 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首先来看 我们搭了个房子 陈主任 我们用这房子 要怎么引出 这个掌舵人的重要性 对 这个叫万丈高楼平地起 是 大家想一想 如果刚才我们的腰 可以比作中间 中间修得很结实 但是这个地基不行 从底下往下 你看 它就最后就 这个最后这个腰 它就 好好 可见 好 就掺了 对吧 地基 大家可以想想看 人体的地基 那就往下 往下找 一个人可以正常地 在天地间行走 对 靠的就是我们的双脚 对 我的专业就是找猪槐的 所以我一踢到猪槐的时候 我是充满了 对这个猪槐的赞美 因为什么呢 我们人体这个猪槐 是最完美进化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结合道具脚 我来看看 了解一下我们的脚 对 我要出门诊的时候 经常要捧着病人的脚 有的病人说 你也不先脏 我说我看到的 不是病人的臭脚 我是看到的 病人的解剖结构 今天你看我们的怀管节 你看 像不像一个马鞍子 马鞍子这样的 这个骨头上 我们叫巨骨 骑到这个巨骨上 我们为什么要有 这么个构造 大家想一想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地是不平的 可是我们的人体 走的过程当中 还能稳住 上前走 就是我们这个 怀管节 是起了个很大作用的 它可以 就跟那个马鞍子一样 在马上骑着一样 所以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维持 我们的人体的平衡 那么说要想维持 我们的马鞍子 想稳定 今天我们讲的掌舵人 对 在这个地方就不是肌肉了 是我们这个怀管节 两边有重要的韧带 我们这个内侧 你看我们这个骨头 你看我们这个骨头长 这边的骨头短 短 这都是正常的 不是张歪了的 所有人都这样 大家看看我们的怀管节 你看 这样走 这我们叫遮曲 这叫背身 没问题 你这样走走 你试试 像侧方走走 你试试 崴脚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带崴脚 经常会崴脚 对吧 崴脚就朝里了 就朝里了 或者朝外了 就崴过脚 你看经常是这样 崴脚的多 还是这样崴脚的多 等一下我回忆一下 这样的多 还是这样的多 好像这样的多吧 不是好像 肯定这样的多 你看我们内侧呢 叫三角韧带 这个三角韧带 非常厚 把它很稳定住 另外我们的外侧呢 有三个韧带 一个叫巨匪前韧带 一个叫根匪韧带 一个叫巨匪后韧带 我们这个脚呢 正好是 向抖的过程当中呢 正好这么 这么向前抖 这么向前抖的时候 我们有个韧带呢 正好在这拦着 就是我们的巨匪前韧带 这个韧带呢 是它总共就这么长 很短 它呢 就是就维持我们的稳定 一旦一歪脚 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就断了 经常可能会都是说 我的韧带 怎么就撕裂了呢 就是这个 因为它没什么空间 对 所以你只要一个崴角 尤其稍微幅度大一点 就很容易出现这个 这个韧带的分伤 巨匪前韧带 对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巨匪前韧带的位置 下边这个位置呢 就叫根匪韧带 掌握人体底盘 稳定性的 踝关节掌舵人 原来是由三角韧带 和巨匪前韧带 巨匪后韧带 根匪韧带组成的 这些韧带 如果受伤或者松弛了 我们的踝关节掌舵人 也就出问题了 专家说 踝关节掌舵人出问题 也有三个阶段 最严重的可能需要换关节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 及早发现问题 并及时干预 把我们的踝关节掌舵人 救回来呢 我讲什么巨匪前韧带 你经常 我们记不住 您放心 记不住 说你告诉我 巨匪前韧带哪了 在什么位置 我们记不住 什么叫巨匪前韧带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摸 我们这个外怀下方 这个脚的 这叫外怀 大家找一找自己 外侧这个 最高的骨头叫外怀 外怀下方 你们向前摸 有一个窝 能摸到那个窝吗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腹骨痘 在腹骨痘的上缘 你看这里有一个窝 这个窝的上缘 就是我们的巨匪前韧带 来 观众 跟着老师的这个模型的位置 找一下自己这个位置 大家看啊 这是我们这个 最高的地方是外怀 外怀下方 前下方 你看有个窝 看到吗 这个地方 这叫腹骨痘 我们的腹骨痘的上缘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巨匪前韧带的位置 这个巨匪前韧带 现在是这么一个构造 这么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巨匪前韧带 所以你我摁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痛 尤其是走一天路 不是走上几百几千米以后 这个地方就出现酸 脚不能活动了 休息休息才能带走 这就预示着 你的巨匪前韧带 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好的 来 我们测评上已经出现了 当我们怀关节的掌舵人 他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的危险程度 对应的是三个阶段 然后分别是给出了分数 所以现在我们要给到一个量表 我们的观众要根据这个量表 来看看自己的 这个怀关节的掌舵人 他的危险度到了哪个程度 是平时我可以通过日常锻炼来逆转 还是说我要去保守治疗了 还是说我需要做手术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危险度的评分表 我们来逐一揭晓 后面的是评分相应的分值 然后前面是是否疼痛 是否崴脚 是否能够长距离地行走 我们先来看看零分 相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显然零分就是也不疼 对 也不崴脚很理想 对 来看一下一分 是否经常崴脚零到一次 是这样的 刚才讲咱们经常疼 如果这个疼经常的不缓解 这就叫了进了到第二个阶段了 这个第二个阶段 这就需要到医院去治疗 就是又有症状了 又有症状了 然后如果经常的崴脚 你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治疗了 所以说我们的普通人 就需要知道说 我到底是该需要手术治疗 还是到医院你该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 还是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世界上国际上有很多的同用的 这种评分标准 但是评分标准都是给我们医生讲的 更主要的要让我们的病人了解 我到底到了哪个期了 这个量表这是我总结了以后 给大家总结这么一个量表 你看如果说没有疼也没有崴脚 我能长距离行走 正常人对吧 然后如果说没有什么疼痛 偶尔都崴个一次半次的 这想我还能长距离行走 你想这叫病人吗 这也不叫病人 这是好人一个 这能提示你曾经崴过脚 仅此 再来看 到了这个你看 刚才讲了 有点轻度的疼痛 这个疼痛是在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下 就是行走 行走一个很短的距离就会出现 刚才那个窝边上的这个地方的疼痛 钻胀 就说明已经开始到两分开始有问题了 那我想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就是您刚才说的短距离是多短 我出现了这种轻度的疼痛 当然这个距离是要根据你个人来定的 你比如说过去 我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崴脚的之前 我以前走三千米 都没问题 现在我走两千米就出现问题了 有的人现在经常走一万步 我走一万步都没问题 现在我走到六七千步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了 这都是这种叫轻度的 了解 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认真 仔细地去总结自己的一些改变 像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锻炼 通过我们的锻炼 可能还能回来 如果再发展就开始要进医院门了 就要找我们这些人了 你看这个中度的经常性出现疼痛了 并且一个月 有时候可能崴个一到两次 另外呢不能完全长距离行动 就是你过去我走一万步都没问题 现在我根本走不了一万步 我可能走过三四千步就不行了 我的脚就疼得厉害 这个地方就酸胀的厉害 这个就要到医院了 这是你的已经到了三分了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你看 中度长期的 每个月呢 可能要崴两次以上 就是在走平地 不小心就崴一次 不定什么时候 一不注意就崴了又崴了一次 这个时候就预示着什么呢 怀疑关节已经出现不稳了 因为这个韧带松弛以后 它是越来越不稳 越来越不稳 就是我们的这个掌舵人 就开始掌不住肚了 这个时候呢 当然都不能长距离行走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保守的方法 对 来治疗 但是这一个月 如果是崴两次以上的脚 那其实已经很影响生活了 对 在这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大概在六七年前 如果到这一步我也讲 要么就做手术 要么没得治疗了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 我去跟着我的老师 国家级明朗中医 孙女孙教授 去学习的时候 因为我搞租怀的 我就想看看老先生 在租怀方面 有没有这个 好办法 可以挖掘的东西 绝招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就做这个手法 有一个特殊的手法 叫腰拔戳 这是轻弓正骨的 一个特色的手法 腰拔戳 腰拔戳 一会儿我可以展示给大家 那太好了 然后呢 就对这一期的病人 经过他的治疗以后 好了 很简单 手法治疗好了 手法就好了 很简单 当时呢 我也怀疑 我说老师 你就这么几下 能行吗这个 因为我们搞租怀的人 认为这个 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 那个老师说 不过你怀疑 他说我跟我老师 学的时候 我也怀疑 当年他就问老师说 我做这个手法 做几下好啊 他的老师说 做七下 说为什么要做七下 老先生说 七上八下 我老师因为 他是大学生 去跟着老师 说这怎么有点迷信啊 怎么七上八下 还有 治病还问七上八下吗 说后来呢 告诉我说 就是经过实践 证明什么呢 我们做到第七下的时候 是那个效果最好的时候 如果你做得过多 因为做这个 肉圍上这种损伤 做得过多以后呢 也容易造成损伤 是这么个七上八下 所以在养生堂 讲了这样的话 下面就不演示不行 而且全场都会数着 是七下 我们的观众 千万别走开 稍后一会儿 我们就会看到 轻功正骨 第七代传承人 陈兆军老师 在我们的现场 演示这个七上八下 摇拔戳的这个手法 待会我们在现场 找一位观众 现场是 咱们先把这个量表说完 再来看最后一个 重度的情况 如果到了这种情况 对 你看 说非常严重了 并且呢 这个崴脚 每个月都要两次以上 并且一不小心就崴一下 另外呢 大概可能就要 走一千米左右 都不行了 这个脚就不行了 像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需要手术 把这个韧带找到 要跟它接上 或者是用别的韧带 来代替它 各种手术方法 我们今天现场 真的找到了一位 就是怀关节 这个掌舵人 不好好工作的一位观众 我们是不是可以 请他到台上来 一个是分享 他自己的经历 另外一个就是请您 给他展示一下 这个摇拔戳的说法 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现场布置一下 好不好 来 来 欢迎您做个养生堂 跟大家做一下 自我介绍吧 我叫刘京 我是在2020年的12月底 脱了中高帮的登山鞋之后 发现我的足踝就不能穿鞋 就是穿矮帮鞋再走路了 就是非常突然地 发生的这种情况 然后当时呢 因为各种原因 我就没有及时地 去医院拍片子 我以为自己能够养几个月 能养好 然后这样就拖到了 大概是2021年的11月左右 然后我才开始拍了核瓷和CT 然后提示我是足踝韧带有问题 然后还有聚骨软骨有问题 然后当时北京的四家医院都建议我做手术 然后我是因为觉得足踝这个位置比较敏感 没敢轻易做手术 之前我也找过保守治疗的大夫 但是人家说我这个还是得去西医看 所以没有大夫帮我做保守治疗 我就一直拖着 然后就想着自己少走路养着 希望能给养好 但是还是不行 那个不行是什么意思 因为刚才我们观众可能听到 您高帮的鞋脱下来之后 就再也穿不上了 就肿起来了 是这意思吗 自己看不出肿 其实是整个足踝周围这一圈内部有水肿 但是疼吗 疼 疼 对 就是真疼的时候是你不能踩实 不能吃力的 不能吃力的那种 对 刚才你这个量表你要自测的话 你已经到了第几度了 我觉得应该是至少是三四吧 三四 到不了五五 但是至少是三四 它影响到您的生活了 肯定影响了 刚才我看那个量表 好多年前就有时候习惯性的崴脚 不穿高跟鞋平地 走着走着 就咔一下就崴一下 然后现在我的崴脚是 我腾空的时候就直接扭 就不用在平地上 就感觉是那个皮筋 已经松到一定程度了 好像又不用给它什么外力 它自己就会扭的这个感觉 对 就是脚一腾空 比如说跑两步 然后一腾空它就会扭一下 所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和跑 都会比较小心一点 那就这样 您是不是可以配合我们 给全国的观众也展示一下 轻弓正骨这个摇拔戳 刚才说了七下是什么样的 就这七下可以吗 您直接弹好就行 那您是哪边冲前 这样 这样 对 这样 对 来 陈主任 接下来就请您展示 这七个动作 我们现场观众就一下一下地数 咱们数七个数 来看一看轻弓正骨这绝活 来吧 你看啊 这不是那个骨头 这是窝 看到这窝了吗 你看 在这个窝的上方呢 这有个痛点的 这个地方 我们就这里摸到一个筋结 我这个手呢 要在这个筋结上面 然后呢 你看啊 咱们开始 第一个 大家一块说 对 不行 我得找个助手 要不然我把它拉过来了 那我 吴大夫得上来 对 吴大夫站在这边就行 来 我们请小吴医生上来 做一下助手啊 保护一下我们患者 在现场的一个安全 对 我们再次跟观众说 接下来这个动作 大家在家里不要轻易地模仿啊 这个属于非常专业的操作 对这是专业的啊 这是专业的 嗯 来 一 看啊 这是要 摇 啊 这是二 这是一 啊这是一一下啊 这是要摇八串的一啊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最后一下了 对 七 就做这么多 不再多做 多做以后呢 会会加重它的损伤 你可以穿着鞋试一下 接受了七下摇拔戳手法治疗 刘女士步履轻快地走回了座位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摇拔戳必须由专业医生来操作 切勿自行魔法 糖献给亲人的爱 对于踝关节的功能康复锻炼呢 我也带来两个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 那个康复锻炼动作 首先第一个是鱼系连夜 这个动作呢 是我们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 练我们的右踝关节的功能康复的话 我们要把我们的右腿啊 搭在我们的左腿上面 保持我们的这个腿的那个下段 还有就是足踝的一个充分的放松 然后悬空 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组合动作 它是由踝关节的背伸 折曲 然后加上足踝的旋转 然后形成了一组动作 嗯 什么叫背伸呢 我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脚尖往 尽量我们可以勾 勾到极限这个程度呢 我们医学上叫做踝关节的背伸 然后我们放松以后 脚尖尽量往前捧 就是往下踩的这个动作呢 叫做折曲 好 如果我们加上了内翻和外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做 踝关节的顺时针的功能锻炼 对吧 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做的幅度 尽量到位 尽量慢一些 然后呢 再换一个方向 做逆时针的 踝关节的旋转动作 这样的话 我们做的过程中 就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这个脚背啊 就像湖面中的这个鱼儿一样 这个绕着这个 荷叶呢 来回的膝细环绕 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如果是两侧都想锻炼的话 那就左右的交替来做 来 换一只脚 再试试这只 换一个脚 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哪一只相对灵活 你自己是有感觉的 是一样灵活的 还是说 有一只差点意思 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位观众 他肯定有一只会好一些 另外一只就会有一点点 活动上的区别 对 这个动作呢 主要就是锻炼 踝关节的灵活性 和这个柔韧性 能舒展这个 我们的关节 做的那个幅度啊 就是我们自我感觉 如果觉得这个 我们的关节 有些微微地发热的感觉了 那就说明做到 合适的那个幅度了 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大家还是一样 不要图快 是要每一个角度都做到了 对 关节发热即可 那我们就不给次数 大家这个是不是 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可以 对 没事的时候 比如说休息办公的时候 想锻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做 来康复我们的怀关节 好的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得站起来了 然后站着做 这个动作呢 叫白马线提 我们站立好以后呢 双脚分开 两手插腰 然后如果我们要练 右踝关节的话 我们以左脚为支撑腿 然后呢 我们要勾 右踝关节 然后提脚 放于左踝的前方 好 亮着我们的足底 做完以后 迅速地放下 然后再换另外一侧 也是勾脚 勾踝 踢脚 然后放于右侧的 这个小腿的前方 踝关节的前方 然后再放松 这个动作要注意啊 就是有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 比较充分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有些 下肢肌肉力量 比较薄弱的 这个患者的话 可能做起来的时候呢 会觉得不稳 容易晃动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 借助一些 这个支撑物 比如说椅背呀 还有就是墙面 这样来扶着做呢 可能更轻松自如一些 确实 对 然后这样做完以后呢 再逐步恢复到 然后不用扶 这个支撑物的状态下 来锻炼 我们就是主要是要提醒 正在看节目的爷爷奶奶 本身就不稳定的 不要学我们上来就这样 可以稍微 扶着点 扶着点东西来做 可以做得快一些 比如说 这样抬起来以后 到了位置以后 就可以充分放下 然后焦力地做的话 这样也觉得 不是特别费劲 然后其实也锻炼到了 这个 怀关节和小腿的 这个肌肉力量 这样的话 左右平 这个平次 焦力来做的话 其实也是以 三十次左右维度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可以分为早晚 各做几组 然后这样来 制定一个康复锻炼的计划 最好的 陈主任有没有补充 不管做哪个动作 老年人一定要安全第一 如果早期锻炼的时候 一定要扶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摔倒 好的 现在夏季里面的当家菜之一 肯定离不了它 就是水萝卜 但是水萝卜 如果遇上豆腐 想问问 佐老师 您的吃法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的吃法很简单 我可能会把豆腐切块 然后这个水萝卜也切块 我就可能放点酱油 少放一点盐 这些 就我来来清烧就很好 总之是非常简单的 家常的一个做法 对 那那贾老师 今天我可有一个 不一样的做法 相互搭配 又相互交融 口感与味道 绝对是出乎意料的 分别用这个萝卜 还有它的边角料 做两道美食 一道是外焦里嫩的蔬菜饼 如何做起来 它不松散 外焦里嫩 这里边可有关键的一步 另外我们做一道脆韧螺 这里边有关键的一步 是与众不同的 到底怎么不同 我们边做边说 首先我们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把胡萝卜沫给它煸炒一下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用的是 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 这是一款非常香的油 吃香的油 可以少吃油 这款油采用的是 现代5S物理压榨工艺 去除了花生油中的黄蛆酥 榨的香 闻着香 吃更香 做菜好吃 请问一下卓老师 您给我们讲讲 这个萝卜里面 有什么样的营养素 对我们身体非常好呢 其中有一样营养元素 如果缺少它的话 那我们中老年人可难受了 因为我们中老年人 非常难受的有一种 可能几乎很多人 都会有的常见的一种症状 那这种营养素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种营养素 它特别有味道 端端你闻一闻 我觉得稍微有一种 窜鼻的那种异味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营养元素 就在这个窜鼻的异味里边 能解决中老年人 非常常见的一些麻烦 胡萝卜的颜色 炒出来了 是吧 我们给它取出来 那我们都说这个萝卜 你会发现它的串味辛辣味是不一样 那一般来说 我们说比较串的这个味道 就是比较辛辣的味道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营养元素 相对来说就比较多 那到底是什么营养素呢 我们往下来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制作 这很有新意的这个小饼呢 对 如何做的不松散 这里边是有诀窍的 非常关键 如果失去这个步骤 这个蔬菜饼就松散了 到底怎么办呢 首先呢 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豆腐我们的搅碎了 就是北豆腐 但是这个豆腐怎么去处理 你一定要记好了 一定是怎么样 上锅给它蒸一下 把里边的水汽给它蒸掉了 要不然里边水汽特别的多 就容易松散了 这是第一步 我们首先呢 把我们炒好的这个胡萝卜末加进来 最后呢 把我们这个萝卜的边角料 用开水轻微给它烫一下 切碎了以后放进去 调味上呢 很简单 我们来点盐 刚才说了 如何让它不松散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是外里边加粉 第一步呢 我们先加入两勺的 家里边常用的面粉 加完面粉是不是就绝对可以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有点焦焦的口感 是不是 我们还要加一样 就是淀粉 它俩之间比例一定是记好了 二比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给它相互的拌在一起 搅拌什么状态呢 就是摇起以后呢 它你怎么晃 它都不往下掉的感觉 没错 粘在筷子上了 对 这种状态就刚刚好了 如果让表皮是酥酥的 里边是嫩嫩的 这里边是有关键的一步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呢 我们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我们手上呢 稍微的蘸点这个蛋清 通过蛋清 在表皮呢 形成一层保护膜 也能够让我们这个 怎么样那个 饼 外边是怎么样 焦焦的 焦焦的 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断成小饼 做好的饼呢 我们先给它放进去 好 那您这边先摊着这个豆腐饼 那我想问问左老师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很多的老年朋友呢 老年朋友由于肠动力不足 马桶上的烦恼 可能很多人都有 不光其实中老年人有 很多年轻人有会有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便秘 那我们是不是多吃一遍 就是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食材 就能够缓解这个问题呢 膳食纤维确实是肠道的清洁肤 它确实不错 但是呢有时候光是它可能这个动力还不足 因为它相当于肠道的一把刷子 但这个刷子有的时候可能少的比较慢 那肠乳动会比较慢 那我们这个萝卜里边含的这款营养元素有什么作用呢 它相当于一个监督员和一个助推剂的作用 这旁边呢监督你赶快干活 你这个打扫的这个还得快一点 那这个肠乳动的话可能才会更强 才能促进我们排便防止便秘的作用 这个营养素跟我们的膳食纤维搭配在一起呢 就有强强联合的一个效果 我们蔬菜饼做好以后呢 先小火给它表皮给它煎半分钟啊 完了以后呢 刚才说了就是90%人都会做错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它经常会把这个蛋黄 直接加到我们豆腐里边 但是呢 我们今天用蛋黄加在豆腐的表面 颜色漂亮 而且呢口感里边是鲜嫩的 如果说我直接跟豆腐混合的话呢 放进去以后它不松软了 而且感觉非常硬实 那这个时候我们加进去以后呢 我们盖上锅盖 小火再给它慢煎两分钟 让蛋黄整个成型 先盖盖焖制着这个小饼啊 那我想请左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种营养素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芥子油 一般来说呢 在萝卜的越辛辣的地方 其实这个芥子油含量是越丰富的 差不多小火 我们已经煎制两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上边的蛋液呢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翻个个 这面呢 我翻过面以后呢 我们就不用盖盖了啊 小火呢 再给它煎制一分钟 摸上去以后真的是外焦里嫩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锅了 那刚才左老师已经给我们揭晓了一下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营养素 叫做芥子油 那么具体在这个萝卜的什么部位呢 那一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来揭晓 那贾大厨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道 与众不同的菜肴 对不对 就是刚才说的脆韧萝卜 与众不同的一步 是如何让这个萝卜怎么样呢 更加的脆韧的 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边做边说啊 首先呢 我们要做好这道菜呢 我们要需要一个油 这个油是很关键的一点 如何让这个油香 我们接着往下看 锅中呢 我们少倒点油啊 我们先烧点油 这边呢 我们先说这个萝卜 提前拿一个萝卜呢 给它腌一下 腌的时候呢 我们传统的话 都会放什么样 盐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味道 是比较怎么样 串的 所以说我们在腌制的时候 不仅要加盐 还有加点糖 比如说100克的萝卜 我们加上2克的盐 5克的糖 给它腌制10分钟 腌制完以后呢 我们把里边的水分 给它钻干了 脆韧的口感就出来了 脆韧的口感有了 那么香气来源于哪呢 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油了 这个油怎么去炼制 怎么去放 这里边是有关键的 好 左老给大家揭晓一下 到底这个介子油 在什么样的这个部位当中 非常丰富呢 萝卜的皮比肉里边多 还有呢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 经常丢掉的宝贝 也就是这个萝卜因子 萝卜叶子 里边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如果你有吃过 萝卜因子的话 就会发现 其他吃的也比较辛辣 所以相对来说 在萝卜比较辛辣的里边 含介子油是比较多 而刚才贾老师用的 那个萝卜的边角料呢 就是我们的萝卜叶子 也叫萝卜因子 让这个油增香的话呢 我们就要放花椒 这些花椒的前期处理 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是加点白酒 给它拌一拌 这样花椒的香气才浓 而且还没有麻味 拌好的花椒以后呢 油烧热了 我们放锅中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萝卜里边 来点白醋 上边呢 我们放几片柠檬 突突清香的味道 顺势花椒的香气出来了 就是把这肉油 往里边一浇 香气就出来了 那这个萝卜 不光是说 我们要吃它的果肉 那它的皮 还有它的叶子 这些边角料 千万不要浪费 因为它里边含的 戒指油更加的丰富 对促进壤 常入洞 预防便秘更有效